最近经常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 有一些是有明显的这个倾向性的 这个我能理解 因为我经常调起一些人 那么看不惯的我就会说 对个别这个群体我是不是很尊重 是吧有的时候会调起他们几句 那么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拥护者 批评我两句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 是吧你打了人家脸 不能不给人家还手 不能不给人家骂两句 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 我倒是有心理预备 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人是为政府在洗涤 那么有纠缠这个戏之末节的 他不看这个本质是什么 他只看你说的话中间有没有 与报道不是很相符的 因为我们引用的都是公开的资料 是吧 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那么有些时候呢 可能不是很缜密 抓住一点 咬住不放 见了 这个我也能理解 毕竟是技巧性的攻击 但是更多的人 就容易让我感觉到 迷惑的是什么呢 是有一些人他提出来的问题与事实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你譬如说他对 我们指出的 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现象 他理解不了 他觉得事实不是这样的 你无论是粮食安全问题 还是这个 医保社保的问题 许多人他们从 从他们的发言能够看出来 他们非常希望这个社会安定 他们觉得一切 指出现存社会问题 都是不怀好意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攻击制度 是吧 你们这个直觉是对的 确实我批评的就是这个制度 而不是某一个人 我从来不针对人 我只针对事 那么 中国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它是有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脉步 有些人看到了比较全面的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看到 至少他目前没有看到 但是很快就会看到 你譬如粮食安全的问题 除了学龙的 除了这个综合院的 那么中共的高层 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2015年出台这个 农业部出台这个土豆组粮化 就不是孤立的一个事件 是因为2014年以后 那么按照中国的农业周期 粮食将进入一个减产的一个通道 而且外资从2015年开始 其实就撤离中国了 就外资投放到中国的这个高峰 尤其是制造业的高峰 到2015年就戛然而驰 很著名的一个标记 就是苏州工业园 中国外资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 而且是属于高科技产业 这个板块 它很明显的能够表示高端制造业 包括组装加工业 2015年就是一个分水岭 那么中共出台的所有政策 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 老百姓不知道呢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受到批评的情况多了以后 有的时候我也会产生一种幻觉 就我一直在扪心自问 是不是我错了 最近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几个月 一个呢就是 方方面面的批评可能比较多 有一些压力 第二个呢 我感觉到岁月静好的人 在我们身边其实真的很多 哪怕就是在美国 每天只在微信群刷朋友圈 不看美国新闻 哪怕是美国的本地的华人 媒体都不看 只看 内地的电视连续剧 和这个 推送 是吧 腾讯推送的新闻 卫星朋友圈的新闻 甚至 他们学会了翻墙 专门追 国内正在热播的 连续剧 为什么要翻墙呢 因为你正常情况下 在美国你是不能收看 它有一个区域的限制 有许多这个电视剧 它没有境外播出的版权 更多的是翻译点 它翻译完了以后 它只能在中国大陆境内播放 以它购买的版权 它不能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放映 所以它不能给你看 从IP地址上就限制了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身处境外的 这些朋友们 倒过来翻墙 就这个可能是内地 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想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 甚至无法跟当地人平等的去沟通 他们有一种自卑感 他们生活在天朝 依旧强盛的这种 记忆中间 是吧 我们不说它幻觉 记忆 那么过去十几年 确实是这样 全世界都在欢迎中国人 走在各个国家的大街上 人家都跟欢迎土柴主一样 我记得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有很多人踏出国门 写了一些文章 在青年中相当 就传播的面相当广 许多人跑到美国之后 感受到自由的空气 回国竟然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专门介绍美国的生活 然后他们同时还在调戏美国人 是吧 走在欧洲的大街上 如果只会说英语的 那基本上就是美国人 现在中国人更麻烦 是吧 中国人出了国门以后 连英语都不会说 包括我在内 只会说中文 所以呢 有许多中国人 其实它也是语言上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 很多人是没有防备的出国 不仅仅是这个旅游的 有的就直接定居了 他们原先没有计划 学好英文语言 那么或者说到我这个年龄 50岁了 还有脱家代课 到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环境中去生活 许多人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 我见到了一些落差很大的人 在国内是 所谓那种游走于中上层的 那么到了国外以后 他确实很难适应 那么他在海外的这个 生活圈的交际圈 很小 他只能 回顾国内的一些青红 对他的这种奉承 他来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发几张照 然后谈一些感想 那么带动国内有很多人 可能就认为他们看到的 就是外部的世界 所以现在国内批评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 其实他应该还是 接受到教育 以及他所 就接受到 推送给他的信息 相对来说还是有局限性 就他看不到目前的现状 他不知道中国在 整个世界经济大格局 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这个变化从2017年就开始 川普刚上台就有一个川菜通话 完了以后我们看到 在台湾不仅出现了 各种思想 有一些代表人物 马上都要参加2020年 这个总统大选 有些人甚至推测 蔡英文总统不能连任 不知道这个推测怎么来的 是吧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 宣扬这个 韩国瑜事件 尤其是这个 应征是这个初选 闹出的风波 有些人甚至把他比作是 李中仁参加副总统竞选的 这么一种类似的闹剧 是吧 中央已经指定了 孙科 你李中仁来凑什么热闹 是吧 那么 包括这个 郭台铭参选了以后 也有很多人在 背后推测这些事 甚至有许多人用 决定性的语言 语气 说这个郭台铭是代表中共 参赛的 那么看到这些批评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应该主要 还是应该为他们感到悲哀 我们在中文圈里 经常看到一些 自诩为有思想的人物 他们不断地在散播的一些 小道消息 都是那种 信息来源 无法验证的 那么即便事后 被查验出来 没有什么根据 是吧 也都是宏敌一时的这些 网络人物 推送出来 大家苦笑一下 也就过去了 那么假新闻 或者说 意测的东西太多了 容易干扰到我们的思维 但具体 到我的留言区来批评的人 其实我还是 希望能奉劝大家 不要过多地相信 任务消息 尽可能 凭常识说话 如果你看到的东西不够 你觉得大家的争论 出现分歧的时候 你无法去验证 甚至你在谷歌上 根本就找不到 任何信息 是吧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 一个话题 刚刚载开 还没有人开始回答呢 你没地方可以操 第二个呢 就是他 这个问题的两极化 已经超越了你的认知 和你的人生经验 我建议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 尽可能不说话 不说话并不丢脸 知道吧 这个世界它有后知后觉的 但是你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是最重要的 每个人的眼光可能会有差别 出发点 角度都不一样 但是事实 它其实就在那 无非是一个解读的问题 对吧 你比如说像粮食问题 可以多看看其他人的介绍 有学龙的 专门写过一些文章 有这个农业方面的专家 他们与中共高层之间的这种报告 或者一种汇报会 他其实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虽然他们是维护这个政绩的 但是他们提出了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哪 是国家安全 粮食安全的问题 那么更多的呢 可能是周边的一些商业信息 是吧 那因为大众商品 价格上涨了 来自于美国 巴西 阿根廷的这个农产品 价格已经在攀升了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气候出现问题 我们前两天就看到 山西下大学了 是吧 那么全国各地意向频发 那又有一些人兴奋了 是吧 说这个天人感应 把这个成为之学搬出来 连童谣估计都造好了 其实这个没多大用 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明朝灭亡 不在于童谣 在于小冰河期 所谓的小冰河期呢 就是像我们现在形容的这种 极端恶劣天象 它有可能会造成大灾 是吧 造成干旱 造成这个春天 马上快立下了 竟然山西还会下去 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 在目前的这种环境下 全球不是中国一个国家 你要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天象有问题 是吧 应验了习近平要下台 习近平要下台 也轮不着你上 懂吗 你说你太小 你爹 你爷爷也轮不上 知道吧 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管他这个东西 你只要想清楚一点 如果中国范围内出现大灾 那么中国粮食就会减产 如果全世界的范围内 会出现极端恶劣的天气 那么全世界的粮食价格 就会出现暴躁 事实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不要纠缠 你不知道的东西 我不知道的也很多 我们一直知道 有这么一句话 已知的越多 未知的也就越多 因为已知它是有边界的 那么未知 它的边界 是要靠你的已知 来感知 听懂这句话了吧 你知道的东西很少 那么你觉得 你未知的也不会太多 当你读的书 见了人 遇的事 多了以后 你会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 你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 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只能依靠常识 去判断 没有人可以下一个定论 我们即便看到的东西 也不一定就是现实 就是事实 那么 事实无法确认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认识到 它的本质是什么 对不对 你连这个表象都没有 分辨清楚 你怎么能透过表象 去看到本质呢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争吵 其实我有的时候呢 带有一种 调笑的方式 说一些我看不惯的人和事 关于这个问题 骂我两句 我没有任何意见 没问题 懂吗 这个我觉得有来有我 很正常 但是针对我提出的一些 中国现实社会中 发生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 即便骂我两句 也能在 骂完了之后 能够想一想 哪怕你偷偷的想 不告诉我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 我只需要一点 我希望我提出来的问题 能够让大家花点时间 去想一想 我觉得我虽然提的 非常悲观 都是比较极端的 恶劣的这种后 但是我真的不愿意 它发生在中国 我希望大家能够 群测群力 看看有什么办法 能够改变它 我希望 大家都能好好地活着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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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